日记格式怎么写 日记就是把自己在每天的工作、学习和生活中的事情、感想和见闻 有选择的、真实地记录下来 日记的写作格式比较简单,但往往会被人们忽视 那么日记格式该怎么写呢 首先,在第一行中间写上某月某日、星期几 有的还可以写上当天的天气情况 第二行,空两格开始写正文 转行要顶格 正文一般用继续文和议论文的形式写 但两种问题都需要正确反映当天遇到的有意义的事情 反映这一天自己的思想感情 日记一般又可分为生活日记、观察日记和随感日记三种 生活日记是把自己每天的生活、学习、工作情况有选择的记录下来 其内容要真实、事情要有意义 语言要简念 观察日记是把日常生活中的某一侧面 通过细致的观察把它记录下来 观察日记必须要注意 观察目的要明确 观察要全面 并且要持之以恒 随感日记主要是就一篇文章、一部电影 或生活中的某一件事情抒发自己的感想 随感日记主要是以议论文章 叙述是为了议论 有时整篇日记都可以写自己的感受